我現在量這個 量絲瓜 要給大家看這樣 這樣子 74 74公分 74公分的長度 然後 然後 我不曉得它成熟了 它是什麼樣的 它為什麼 是不是那叫董虎 董虎絲瓜 然後我們來看看剪開來 剪開來是這樣 它還是很嫩的 因為我問地主說他不會採 他說應該要採 不然的話你再放下去的話會太老 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會試吃這個董虎絲瓜 我們把它洗好 洗乾淨之後 把這個 這個 頭尾給它切掉 我覺得我 一次我可能只能吃半條 這樣子 然後再來 切 怎樣 切這樣子 切薄薄薄一點會比較 比較好吃啊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就是 自己種的 歪瓜 淚燥 我第一次種 然後會有這種奇怪的 形狀的絲瓜 形狀的絲瓜 這個 這也真是很有趣 因為我昨天就是去種那個 去種了一盆 因為我的 我買回來的棚栽 在陽台通常都長不好 都長不好 那我就 然後我現在有一個 我現在有地 就 一定要趁清早啦 或者是黃昏 就把它種在那個菜地裡面 它會長得很好 那它們是 它是香料 我以前那個 那個 我去年那個 種過那個 香料還買過 十幾盆 結果全部給我 被種死了 但是我還是不甘心啦 我想要再種香料的 那個不用多 那個是幾盆就好了 好 這個絲瓜 一次就是 只能吃這樣子 一次就是 一次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這樣的分量 哎呀一個人能夠吃多少呢 你放家庭 你當然很快就可以 消化完 這樣子 吃光喔 這個 因為我沒洗過水 那就好 我是覺得這樣子 我是覺得用那個 用紙 用兩瓶子 把它包起來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你 你把它切這樣之後 放在保鮮盒 那你用那個 煮黃紙巾 煮黃紙巾 如果你要保存的好了 保存一兩天的話 用煮黃紙巾 煮黃紙巾 煮黃紙巾 蘸一點水 這樣子 煮黃紙巾 蘸一點水 然後你把它 這樣子 包覆起來 這樣它就會保持 又會保濕 它不會那麼快的 給它 給那個冰箱的那個 吸掉了它的水 會就不好吃了 這樣子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給它 煮黃紙巾 煮黃紙巾